肖战真是我见过这么会演还那么会说的优秀演员 怪不得央视认证他性格演员 也赢得了酸子们羡慕极度恨的 一人千面的盛赞 有些原因你不得不服 在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访谈片中 肖战对于镜子内外的核心话题 有了自己对于演员的更深思考 如果把镜子内外比作演员和角色 其实他们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契合 需要自己不断地找寻相似点 让自己作为演员时无限地贴近角色 在整个访谈中我get到了好几个关键点 我想这也是肖战能够把角色演绎到位 不断提升自己演员素养的重要原因吧 首先肖战很擅长分析角色 他拿到一个本子会找出自己与角色的差异点 比如肖春生比较外放和自己的反差很大 盛阳和自己的成长轨迹比较接近等等 一个演员只有懂得解剖角色 才可能找到最佳的演绎方式 肖战显然是个思考型的演员 这一点在内于青年演员中并不多见 其次肖战很懂得运用方法论解决演戏的问题 在谈到角色时 他并不否认每一个角色都会带着 肖战特质在里面 只是他会找出自己与角色的契合点 尽可能地贴近 从而使角色塑造得更立体丰富 所以每一次肖战演绎完一个角色 都能从中得到一些新东西 这就是演员和角色相互给予 相互成就的关系 再有肖战对于演戏是绝不将就和偷懒的 这一点怎么说呢 从他这些年参演的角色就能看出 他很少去重复和沉溺于舒适圈里 一直不断突破和挑战 于是他的演技提升飞跃 真正做到一人牵面 这是在各种戏里和角色里积累提炼出来的 肖战对于演戏是真心喜欢 也真是太用心了 所以他一直强调自己只想做演员 其他的事情就不那么重要了 是的 足够清醒的认知 令他有勇气舍弃各种干扰红利 在演员这个领域里深度探索 2024年希望肖战能如愿拿到 充满惊喜的 挑战的 新鲜的 丰富的剧本 不断解锁新的自己和新的角色 我们满满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